如果上下巴或日常通勤是搭公车的民众找过来 台北市交通局延续好看活动 只要登入参加抽奖 就有可能抽中最大奖iPhone 13 或是精美悠悠卡和储值金1000元或500元 12月27号前周周都会抽奖 民众搭乘一次就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欢迎累积多多搭乘 最主要是考量到我们的台北市整个的公车的运量 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这边为了要持续让乘客做一个回流 那鼓励民众来搭乘大众运输 所以我们这边有做一个活动延长加码的这个部分 那整个期限的话会是到12月27号 那也欢迎民众来多多的一个搭乘来抽奖 那另外在投奖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从iPhone 12 那升级到iPhone 13 那有十周的一个中奖的机会 目前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公车上 有张贴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海报 那还有另外张贴有QR Code 乘客只要扫码就可以登陆活动网站 来去做一个活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范 跟说明 然后来去可以做线上的一个参加活动这样的方式 也欢迎民众来多多的参加 那大家越多我们从中奖的机会越大 活动从8月24号开始 原本预计到10月18号截止 但受到好评且判持续鼓励民众达成公共运输 因此将活动延长并多设广告看板增加民众参与度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老amer上 这下 panel 这是人不紧的 争 15 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